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Gospels 大家好,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大家好,今天要分享的這款玩具是Takaratomi Masterpiece MP14加Alert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包裝,在這個盒子的正面呢這邊有這個人型以及載具的一個照片 然後呢這款玩具的編號呢是MP14加Alert 其實這款玩具之前就已經出過 然後這款車型呢Lamborghini的車型已經出過不知道6次還是7次了 出過非常多次了那我一開始看到這款玩具的消息的時候我心裡是有一點憤怒的 我是覺得說為什麼你一開始就不做這個動畫的配色就好了 你要後面再來做一個動畫的配色然後再騙我們一次前 所以說呢我一開始我是並沒有預定這款玩具的 但是呢我覺得玩變形金剛有一個很奇妙的一個現象就是 身體永遠比嘴巴老實 那當我看到這個現貨到的時候呢我的身體呢我的手指頭 就不由自主的就給它加1下去了 所以呢我又莫名其妙的又把它買回來 那這款玩具呢跟之前的那一款Alert 它是配色不一樣 那其餘的呢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一個呢是之前MP14的一個盒子就可以看得出來說呢這兩款玩具呢 在合繪上是有一點不一樣的首先就是人物的pose不一樣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顏色 像這個最明顯的就是大腿處 大腿處顏色不一樣以及這個膝蓋的部分 然後腳底 然後在這個MP14家來說呢它是標榜著 完全還原於動畫裡面的配色 所以說呢這一款玩具呢我個人是覺得說看起來會比較單調一點 然後原本的MP14呢其實配色給我的感覺看起來是比較 跟實車比較還原一點比較像一台真的車子 那這一台呢就是為了還原動畫所以它顏色做的比較單調一點 大概是這個樣子 把這個東西呢拿到旁邊去叫它滾開 然後呢接下來我們回到這個盒子 看到盒子的側面呢 這邊有這個載具的一個形態喔看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然後翻到盒子後面 這邊就是載具以及它人形與大哥還有MP10 貨櫃互動的一個情況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看到另外一面呢這邊有這個人形的一個照片 看到盒子上面呢沒有什麼東西看到盒子下面呢也沒什麼東西 那這個盒子呢 就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我們看到玩具的本體首先我們先從載具形態開始看起 那這款玩具呢它有附帶一個紀念幣 紀念幣呢長得就像這個樣子 整體是一個印刷品然後看起來質感還不錯 然後裡面呢有這個硬幣 是包覆在裡面的 我通常是不會把它拆開來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後面呢就像這個樣子 把它丟到旁邊去 然後呢還有附帶一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呢 在人形的時候呢是可以帶在它頭上 就像這個樣子 然後以及這個 一個肩炮 肩炮呢長得就像這個樣子 那這邊是有一個白色的一個 塗裝吧應該算灰色 偏灰色的一個塗裝然後刻畫是還不錯 就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以及一把槍 細節刻畫是ok的 沒有上漆就是一個紅色的 塑膠件 就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 人物卡 人物卡呢跟之前的人物卡我們來比較一下 這個是MP14家是這一款商品 然後這個是原本的MP14 人物卡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他們兩個呢在身上的一些地方 塗裝以及顏色 有些許的不同 其實大部分是一樣的 就一點點的不同又拿出來騙你一次錢 對我對這件事情我還是耿耿於懷 對沒錯 反正後面來看呢這個人形的POSE不一樣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其他基本上都是 一樣的東西 人物卡呢就像這個樣子 然後以及一本說明書說明書是一張紙的 打開來喔裡面有些 有的沒有的東西那這個東西呢就不打開來看了 就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我們回到這個玩具的本體 這個Lamborghini的車型呢 已經出過非常非常多次 那這個玩具的設計呢本身就是一個非常棒 一個非常優秀的一個設計 他無論從載具或者是人形 以及他變形步驟 各個方面呢都表現得非常的不錯 可動性啊 反正你可以想到的一些東西 我覺得都是 非常的優秀 非常的正點 非常的碟 那這款玩具呢因為已經出過很多次 那也非常多人擁有這款 車型的這個玩具 只是一個塗裝的不同 那所以說呢基本上我們就看一下他的 一個塗裝的一個不同 首先呢 他這個白色 他這個原本的白色變得有點像灰色的一個感覺 原本的那一款呢是比較白一點 那這一款是變得比較灰一點 那原本那一款我有 但是我有貼上一個第三方的貼紙 所以說呢在比較起來 會看起來比較沒有那麼客觀 拿出來看一下好了 這個白色的塗裝呢就可以明顯看得出來這兩個呢 這一款MP14家 是比較深一點的一個顏色 然後我這一款呢是有貼上一個Repo Labels的貼紙 所以說呢看起來跟原本的是不一樣 那原本的這個透明的 這個車燈的部件呢 就變成一個 不透明的 塗裝的一個部件 就像這個樣子 那這個呢MP14 我是沒有介紹過 我是有貼一個貼紙原本也是有 想說哪一天拿出來介紹一下 那今天先拿出來比對一下 那側面這個圖案呢 這原本的這個塗裝已經被貼紙蓋掉 所以也看不出來 那基本上就是 這邊 這邊有些不一樣 然後下面這邊多了一個 這個 英文字樣 然後看到車尾的部分呢 他是完全空白的 只有 這兩邊有上漆 那 這個車尾 其實我有貼過貼紙 也沒辦法比較 那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載具呢 基本上我覺得 這個其實喔如果說有在收藏MP的人 就是 MP狂熱份子 你才需要收 要不然呢其實 原本你如果有這一台的話 就留這一台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原本這一台沒有的話 就看你個人的一個喜好 大概 就是像這個樣子 那我這一款是有貼貼紙 所以看起來不一樣 好 那這個載具呢 大概就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他從載具變為人形的一個變形步驟 這個變形步驟呢我已經示範過了所以我們就 稍微快一點 稍微快一點的把它變一下首先呢 首先先把這個輪子 前輪把它往內收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收進去 收進去之後呢車頭稍微扭一下把它這個扭開 好開了 開了之後呢把這個 車頂蓋的部分呢 把它挑起來 把它往上挑 挑挑挑挑 到外婆橋 挑起來 挑起來呢把它往上移 然後呢把這個車頭稍微往上 往下摺一點 這個頭蓋起來 蓋起來之後呢把這個手 把它往上翻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把它往上翻 翻上去再把這個往下 然後 頭蓋起來 然後後面這塊東西呢 這塊東西 把它往內 折 折進去 然後把它收到裡面去 這邊也是一樣 折進去 收在裡面 收在裡面 收在裡面就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我們來處理它腳的部分 首先呢把它腳分開 分開之後呢把這個往外拉 往下翻這邊也是一樣 把它往下翻翻到成這個樣子 然後翻到正面來看呢 把這塊部件呢再把它轉180度 然後這個尾翼 浪開 轉180度 這塊東西 把它稍微提起來一點 轉180度 然後後面這塊東西比較容易忘記 要把它往前翻 翻成這個樣子 然後呢把腳這邊 這邊有塊部件把它打開來 然後再把這塊蓋起來 這邊有一個洞 這邊有個凸 扣起來 稍微對一下 非常好對 扣起來之後腳掌 腳底板 翻出來 就像這個樣子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這個 翻轉180度 尾翼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呢 把這個東西往上提一點 轉過來 這個也 轉過來 轉來又轉去 這個東西也把它 往下翻這個東西 部件把它翻出來 翻出來外面再把它往下蓋 然後呢 這個東西 把它卡扣對準 對準之後 調整一下 腳底板 後腳跟 翻出來 那一雙腳呢 大概就像這個樣子 這個褲襠翻下來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上半身的一個變形步驟 也是非常簡單 首先呢 就把這個手 把它 這個關節 把它往外拉拉直 拉直之後呢把它往下轉 然後再把它旋轉到 這個位置 然後把它拳頭 拳頭翻出來 翻到外面來 再把它蓋回去 就像這個樣子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這個東西呢 把它拉出來 拉直 拉直之後呢旋轉 180度 再轉過來 然後再把它打開來 然後再把它翻出來 翻出來再把它蓋回去 就像這個樣子 然後腰這邊呢這邊需要做一個摺疊就是把這個往後 摺然後再把這個 摺疊成這樣子 然後剛好 車頭這邊有個卡扣可以對應 然後就可以把它 扣在一起 這個東西就把它 扣起來 就像這個樣子 然後最後呢就是把這塊東西呢再把它蓋回去 就像這個樣子 那它的變身過程呢就這樣子 大功告成了 在變為人型之後呢整個人物的四肢比例 以及它塗裝配色呢 看起來是也是相當不錯的 那它是根據 動畫版本的所做的一個塗裝配色 那它在人型之下呢我個人是覺得塗裝看起來是 稍嫌單調了一點 它是為了還原動畫裡的配色 所以說呢 這個基本上就是見仁見智的一個選擇 那在人型之下呢我個人還是覺得看起來是相當不錯 是非常正點 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呢我們看到它的頭雕呢頭雕呢臉是有上漆的然後眼睛呢是一個 藍色的一個眼睛喔 這個鏡頭裡面可能看不太清楚 眼睛是一個藍色的塗裝那胸口呢這邊有一些塗裝以及有一個博派的標誌那這個博派標誌呢比較特別一點 它是用一個白邊的一個線條所構成的 看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其他在腳的地方呢這些都是上漆上上去的 那這個是灰色的一個塑膠件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整體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旁邊這邊手臂多了這個英文的一個字樣看起來是蠻屌的 看到人物的後面呢基本上就沒有任何空洞的一個問題 這款玩具在人型之下呢看起來是非常屌的非常帥氣 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可動性首先呢頭是 左右旋轉沒問題上下有一點點 然後肩膀360度沒問題然後手臂平舉也沒有問題在舉的非常的高 非常的不錯 可動性是非常優秀的 然後二頭肌旋轉沒有問題手臂彎曲呢大概是90度 然後拳頭呢是可以旋轉的 手掌是可以打開的 腰是有一個腰轉的然後 裙甲可以打開 腳往前踢大概是這個樣子 膝蓋彎曲 超過90度 然後呢往外 可以劈腿 非常的不錯 然後呢往後也是 非常的正點 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腳底板呢這邊還有一個 接地的 功能所以說呢 這款玩具呢原本的設計就是非常棒的一個設計 可動性呢也是非常的優秀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與這個配件互動的一個情況 首先就是這個肩炮 這個肩炮呢在肩膀上面有兩個洞 你愛插哪一個洞你就插哪一個洞 那我比較喜歡插這個洞 那這個洞呢我們來插一下 把它插進去 喔很緊 非常緊 還不錯感覺蠻舒服的 常常去就像這個樣子 那這個跟動畫裡面呢是非常非常還原 看起來是還不錯的喔 蠻屌的喔 然後呢還有附帶一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呢是可以裝在它頭上 裝在它頭上呢 看一下 像這個樣子 在動畫裡好像有喔 然後呢 這把槍 這把槍呢我們也讓它來握一下看看 握在手上 基本上它握這個槍呢這個凸喔跟這個凹永遠是扣不緊的 這款模具的一個通病 那握起來呢基本上 還OK啦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這款玩具呢已經出過 非常多次了 原本也有出一款MP14 那我們拿出原本的 MP14我們來比較一下喔看是怎麼樣 看是不是香蕉比雞腿啦 然後這個呢MP14跟MP14家呢 在人型之下呢 這個塑膠件的部位顏色是不一樣的 然後腳底板的部分呢 MP14是上銀漆的 然後臉是上銀漆的 然後在MP14家他的臉跟腳都是上白色的一個漆 算是灰色的一個漆啦 然後在這個深色的這個 塑膠件的部分呢MP14家 用的是一個比較淺的灰色 大概的一個差別在這邊 然後 這個大腿處 也是不一樣 以及旁邊的一些塗裝 不一樣 那這款 我這款是有貼貼紙的 所以看起來是 比較正點比較屌的 然後看到後面呢 基本上 看起來就像 這個樣子 那這兩款玩具呢我個人是認為說無論收哪一款呢都是不錯的一個選擇 如果你之前錯過了這款MP14的話 就可以考慮收這款MP14家 那如果說呢你已經有這款 原本的MP14 這一款基本上 你跳過也基本上也不會有太大的一個遺憾 除非你是一個 Masterpiece 狂熱的收藏者 要不然的話 其實 我個人是覺得 兩款商品 這個就是 青菜蘿蔔 隨個人喜好 那今天呢就錄這一集節目給各位同好做一個參考 那這款MP14家的分享呢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 下次見 掰掰